大家好,今天粗奥特曼来到贝利亚的超市 他要来买最新的奥特曼惊喜盒丸 贝利亚跟他说,超市来了好多新的惊喜盒丸 问他要买几盒呢? 粗奥特曼想了想,那就买两盒吧 贝利亚说,好的,我让店员给您送上来 这时候,店员送上来了惊喜盒丸 这是哪一个店员呢? 他有绿色的眼睛 而且他好像也有彩色计时器,也是绿色的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怪兽店员吗? 贝利亚问粗奥特曼,还有买什么呢? 粗奥特曼说,我就带了两枚硬币 就先买着这两盒吧 然后,他把身上带的两枚面包超人的硬币给了贝利亚 贝利亚说,超市还有好多新的玩具 希望你下次还继续来光临哦 粗奥特曼谢谢贝利亚 然后他就带着玩具,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粗奥特曼买的惊喜盒丸都有哪一些呢? 这个是奥特曼可动系列的拼装人偶 这里面有四个惊喜玩具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个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奥特曼还是怪兽 出现了,这是一个奥特曼 那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他的胸前有蓝色的彩色计时器 然后肚子还有他的名字的签名 另外,这位奥特曼身上还有铁环 你们知道这些铁环是怎么来的吗? 这是他的手部零部件 这里还有一把奥特钥匙 然后这是他的必杀季光线 让我们来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这是这位奥特曼的作战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摆一个奥特钥匙的作战姿势 把这把奥特钥匙放到这位奥特曼的手上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酷呢 那你们知道奥特钥匙和这位奥特曼有什么关系吗? 接下来,让我们来摆一个必杀季的姿势 首先是这位奥特曼,丹西·敦蒂 然后啊,把上一集给大家介绍的雷欧奥特曼 和他配合到一起 那这一招必杀季是他们两个人共同使出的 你们知道,这一招必杀季叫什么名字吗?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除达特曼买的另一包惊喜盒丸是什么呢? 这好像是一个怪兽 全身是黑色的 诶,他的胸口写了名字 这是怪兽的头 这是一个宇宙人的怪兽 他有两个大大的耳朵 然后他的右手好像是一把非常尖的刀 左手也有一个可以更换的武器 这把武器是一个弯钩 这个怪兽又来攻击两位奥特曼了 两位奥特曼发出了必杀季 把怪兽打倒了 那这一期,除达特曼买到的两个人物 分别是哪两位人物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